这个以色列将会得到美国通过的 原外岸的一大部分的金援 而这个原外岸也包括了给予台湾的 还有就是给予乌克兰的 那么原外的乌克兰法案通过之后 隔天美国总统拜登立刻签字 而拜登表示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几个小时就要上路 最新一批军援恐怕还难扭转目前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劣势 但是绝对可以提高乌军的士气 而美国国防部证实了 上个月其实已经秘密运了 长城飞弹系统给乌克兰 上星期乌克兰军队第一次使用 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 美国拜登政府一直以来 拒绝给乌克兰的长城飞弹 现在五角大厦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二月秘密批准 运送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长城飞弹到乌克兰 巧巧的包在3月12号 宣布的3亿美元原污方案 在这个月初已送抵乌克兰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证实这起秘密武器运送 但没有透露实际数量 强调乌克兰承诺只会在境内运用 不会在俄罗斯使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当时没有对外宣布 是以乌克兰的要求以维持行动安全 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使用过两次 第一次在4月17号凌晨 对距离乌克兰前线约165公里 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飞机场发射 第二次则是夜间 对在乌克兰东南部的俄军使用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设程可达300公里 是否提供给基辅拜登政府内意见分歧 五角大厦怕美国飞弹库存减少 有损美国军事准备 也怕乌军拿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但苏利文指出现在情况不同了 美国官员透露尽管美方公开和私下警告 俄罗斯还是在12月和1月 对乌克兰使用北韩提供的长城飞弹 再加上俄军锁定乌克兰重要基础建设 都导致华府态度改变 1月底美军开始从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取得新型飞弹 解决了军备疑虑 2月中拜登就接受国安团队一致建议 送长城飞弹系统到乌克兰 克里姆林公则表示 如果基辅取得长城飞弹 俄罗斯将会继续推进 扩大所谓乌克兰缓冲区 美国给了长城飞弹 德国则维持不提供的决定 在英国首相来访记者会上 德国总理肖茲和英相苏纳克强调 欧洲必须团结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但肖茲表示不提供金牛座 巡异飞弹的决定不变 周三美国延到了半年的缘无法案 终于在参众两院过关 拜登也随即签字 将立刻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武器 法案包括对乌克兰援助的608亿美元 对以色列和加萨人道援助264亿 以及对抗中国军力的81亿美元 拜登表示已批准初步的10亿美元武器供应 且将在几个小时内开始交付行动 不过拖了这么大半年 乌军缺兵力也缺弹药武器 让乌冬大多城消耗战 俄军也得以推进再占领500平方公里 甚至拿下阿夫迪夫卡城镇 而乌军自己也面临征兵困境 这个月初把征兵年龄从27降到25 以扩大军队规模 周三也宣布禁止18到60岁的逸林男子 在境外更新护照 基辅高官警告 俄罗斯计划惊吓 最快5月底就会发动大规模攻势 提升为综合法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